我們就是發現說這個立委參選人李全教先生 他的團隊在上週末利用國小一年級的新生訓練日 他到現場來發給這個小朋友這一盒粉筆 那這個粉筆當然就有家長來跟我們陳情說 這個粉筆它上面有出現簡體字 他們覺得簡體字就直接出現在小一的手上 然後出現在國小的校園裡面不太妥適 那我們當然覺得這個東西我們有提醒教育局要特別重視 小朋友才剛起步在學習正體的文字 繁體的文字這地方要小心 那我們進一步追查我們發現這個廠商愛好 他在今年的4月份跟6月份的時候分別有檢驗不合格 以及說造成河南高考的考生們出現了考試非常不順利 包含說漏水筆的漏水漏末還有斷水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就很擔心說這樣出問題的廠商 我們直接把他的產品拿來發給我們的血統的時候 會不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李全教先生他可以來負責任的 把這個問題可以說清楚 讓拿到的家長可以知道到底放不放心的使用 那如果真的是有問題的產品的話 那更要趕快提醒家長趕快把這些產品撤掉 因為這個看起來就是從中國直接拿進來的 不管他是用什麼方式進來的 那看不到有任何的中文的我們台灣的這個檢驗的 這相關的這些標示 那所以也不曉得這個蠟筆到底是不是安全 那更不用講說那個進口到台灣的那個過程 到底是不是合乎法定的規定 然後所以說我們為了小朋友的安全 因為我自己有個5歲的小朋友 那我希望說這個東西如果進到宵園裡面的話 是不是那個安全性我們必須要去關注到 洪achu 市府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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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